近日在河北张家口淮来县 一司机在发现交警检查时 立即掉头淘宝 被交警查获后 这名司机不但答非所问 在交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时 更是花样百出 拒不配合 当天下午 张家口淮来交警 在辖区土木至南甘庄三叉路口执勤时 一辆白色轿车距离检查点不远处 突然停车 交警示意该车继续向前行驶 驾驶员却拒不停从指挥 而是掉头逃跑 被交警拦停 啥情况 我怎么回家啊 我都到了 不多少酒 咱不搁量吗 来 去 去 去 来 假设上来 酒精检测棒呈红色报警状态 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交警对其进行进一步呼气式酒精检测时 驾驶员却拒不承认喝酒 而且还耍花样 不配合检测 用气 出气 出气 没出气 没出气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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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气 没出气 不行 没出气 这是机器 你吹气带动这个地方 吹不吹气 这有显示 你好像吹 没吹就乱走了 好吧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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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吹气 吹的太熟 稍微多吹一点 吹 吹 吹 好好好 你看多少 多一声多少 多一声 167 167 每100毫升血液 酒精含量167毫克 涉嫌最久驾驶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 中午喝完酒后 认为是乡村路短 没有交警检查 便心存侥幸驾车回家 途中发现交警后 掉头逃跑 结果被交警查获以后 还谎称找不到路 来掩盖其逃跑的事实 通过抽血检测 其血液乙醇含量为 每百毫升231.44毫克 属于最佳 驾驶员黄某 实施最久驾驶机等车的 违法行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 对黄某处以吊销机等车驾驶证 且五年内 不得诚心取得驾驶证的处罚 对驾行为 涉嫌危险驾驶队 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